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店吧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直播间分享一下呢 分享到我们的群里啊 然后呢 点一点我们的小猩猩 点一点没有来点关注的 记得点点关注啊 左上角点头像 点点关注 谢谢家人们送的人机票和你们的粉丝登牌 谢谢各位 有没有发现我今天 哎 昨天我剪头发没有 调博的时候 昨天剪了 嗯 我是什么时候剪的头发 昨天 昨天 昨天露了 哦 我发现我剪了头发真的老帅了 像一个当兵的 你看到没有 就是我说 我就是我说 我跟他说的就是我这个发型啊 冰哥哥的那种发型 然后他说 冰哥哥的那个发型太短了 我稍微给你留长一点 然后他就给我搞了一个这个 我觉得还挺帅的 挺好看的 很清爽啊 以前洗完头发之后都要吹头发 现在都不用吹头发了 直接擦一擦就行了 嗯哼 来 四毛找到工作了啊 在一鲜桶那里上班 千总小冬 晚上好 咱直播间 说了 叫什么 晚上好 晚上好 感谢火烂了 你来到直播间 谢谢 晚上好 你今天咋了 啊 小冬今天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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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对 她 嗯 她很开心 今天 有点开心说实话 真的 真的 因为我没有想过昨天那个事情会发展这么顺利 是的 我感觉昨天真的额外的顺利 我以为又谈很久过了怎么样的对吧 是我们昨天非常顺利 然后跟昨天跟雷总谈的时候谈的是非常的顺利 雷总比我们还可以 他真的很着急跟我们合作 他也很想拓展一下自己的业务 对对对 然后呢就是雷总那边也答应我们了 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呢也顺利的签了这个合同 顺利的签了合同 但是呢就是那个他还没有退股 因为他跟我们说要一个星期 就是我们给他规定了一个星期 对我们合同他有写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他就会从雷总那里退股出来 感谢霍拉拉阿姨送来的跑车 谢谢 谢谢阿姨送来的跑车 谢谢给你比个心 这人气怎么上的那么慢呀 叫什么咋回事呀 分享分享分享 这人气上不去了 点赞要点一点点点点赞哦 然后分享分享起来 对人气票送一送家人们 谢谢各位 小多晚上好晚上好 我们昨天很兴奋 昨天都没怎么睡 昨天忙到很晚很晚 天都快亮了 我们一直就研究这个事情来着 对然后今天我们三点多四点钟 然后才结束 就三点多才结束 然后四点钟我们才睡觉 昨天真的是累趴了家人们 是的 然后今天早上呢 是差不多十点钟 我们就又起来去工作了 然后工作到现在有空了 然后才给大家看直播 谢谢送的花环 谢谢红红送的花环 谢谢 小多往上好 往上好 咱们这边也送一电吧 感谢陶伯阿姨送来的 一束玫瑰花 也许有余树花开放 谢谢大家 谢谢 来咱们上一波人好不好 咱们上一波人 咱们把这个小红星往上面凑一波 然后人气往上面再走一下 对 晚上好晚上好 看到各位了很开心 我们今天都很开心 虽然有点憔悴 我想问一下 今天那个易向东他直播没有啊 对啊 有没有哪个粉丝 今天我怎么还没有看到 这个易总在直播呢 是吧 他估计很生气 难道说我没 那个啥啦 易总很生气 他没有 他粉丝说没有 他不是很嚣张吗 谢谢用户送来的 这个叫什么 我都不认识 一个礼物都不认识 他不是很嚣张吗 怎么今天就不开直播了 他说他早上播了 上午播了 直播了早上 早上 早上那个不是他播的 我看了一下 那个是录品录播啊 录 他不是很嚣张吗 为什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了 还没有开直播了 是不是遇到啥麻烦了 遇到啥事情了 是不是不敢这么嚣张了 是不是 我叫你嚣张 你继续嚣张就行了 而且我们昨天已经跟这个雷总 说好了 我们在合同上已经说得很清楚 人家也很快就会撤资 估计易总现在正在 一某中 合同签了嘛 合同肯定是签了 你们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千总的那个作品下面 对 千总刚刚发了一个视频 是昨天签合同的时候 照片 对我拍的 我拍的照片 然后呢 我发给那个千总了 然后千总发了那个抖音 抖音 你们也可以继续关注我 没关注我的这个点点关注 感谢 等一下这里 好 看着了是吧 都看到了是吧 看着了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没有那么嚣张呢 为什么现在八点半了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开直播呢 是吧 雷总跟我们已经说好了 一个星期 然后让他推出来 我们就只需要等待一个星期就行了 只需要等待一个星期 一种开播就骂你 他除了开直播 他就会骂人 他不会干别的呀 他除了骂我 除了骂那个 除了就是骂那个阿子 他还能骂谁 我看 谢谢谢谢 我明朗阿姨 谢谢 我看到一种 不止十场直播了 每一场直播 用不就是在骂我 用不就是在骂我 阿子 就感觉阿子我们两个就吃了他的肉似的 是吧 整天就是 整天就是揪着我们两个不放 我觉得这样子的老板 人品不行 他的公司也好不到哪里去 无非就是坑蒙拐骗 对不对 是不是 对每次都是给我开庄场 我没有说过他什么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一直在说我 所以说我气得没办法 我也只能在这个网络上面说他 但是呢 我也不想在这个互联网上面 把这个事情闹他 对没必要 所以说只要他不说我 我是可以不说他的 我是可以不说他的 甚至我都觉得什么 你看现在乌之墨去他那里工作了 对不对 我感觉他都把乌之墨哄骗了 知道吧 是不是这样吗 感谢同亮姐 谢谢 我跟你说 乌之墨现在跟着他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知道吧 因为乌之墨他这个人 人品不行 人品不行 他有可能是拿着合同在危险乌之墨 乌之墨实在是没有办法 然后就跟了他 有可能 因为乌之墨他不像我 知道吧 我的话你要干 我要跟着你干 是吧 而乌之墨 农村一个农村女孩子 比较老实 对农村一个没有读国书的一个女孩子 人家怕被告 知道吧 怕惹事 对人家怕就是被起诉什么的 所以说只没办法就只能从了一种 也是有这种可能 就是我看了好几个乌之墨的直播 以及视频 我看了乌之墨 他是没有 脸上是没有任何效果 知道吧 就感觉被迫的一样 是 懂了吗 感觉就像被迫的人一样 很不情愿 很不情愿 如果是大家就开开心心的去那里工作 上班什么的 我相信乌之墨绝对是 脸上绝对是有笑容的 但是呢 这次我看了乌之墨的那个直播什么的 乌之墨脸上没有任何的笑容 以前乌之墨跟我合作的时候 脸上 脸上充满了笑容 对不对 是不是 但是你们再看看 乌之墨以前跟我合作的时候 再看看一种 他跟一种合作的时候 脸上的那个笑容 是不是少了很多 是不是少了很多 所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 乌之墨也是被迫 乌之墨也是被一种拿着合同逼他 不得已 才回到公司里面上班呢 他就拿合同威胁角度 如果啊 如果当时乌总拿着合同威胁我的时候 我乖乖的回去了 我是不是跟乌之墨一样的下场 现在去一种公司里面 被他欺负 啊 然后去他公司里面 是吧 上班 如果啊 阿子和乌之墨一样妥协了 然后呢 继续跟一种合作 那 阿子是不是也像 乌之墨一样 现在回到公司里面 被欺负了呢 是不是 我就这么说吧 我去到一种的公司里面 我脸上也没有效用 阿子跟那个义总合作了这么久 啊 为什么感觉不到阿子很开心呢 是吧 为什么阿子宁愿被 被起诉 宁愿被告 啊 也要单独走出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乌之墨以前不愿意跟着义总干 啊 是吧 回家就回家了 他回家干点自己 干点农活 种点农活 为什么现在突然之间 又回到了义总的公司里面了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 一点笑容都没有 所以说你们觉得义总这个人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义总这个人好不好 就这么跟你们说 我只想问一下 咱这不应该吗 我陈晓冬 我说了不算 因为我跟他有矛盾 既然有矛盾 我说他坏 那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当所有人都觉得义总坏的时候 那说明义总这个人 说不定真的有一些什么问题 是的 为什么一个两个的 为什么一个两个的这些人都不愿意跟着义总干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对 他是有能力 义总是有钱 有能力 但是呢 有钱和有能力 和人品和格局 那是不相干的 知道不 你是好人吗 我不能说我是好人 但我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我可以给自己保证 我们不是好人 但我们人品不坏 对 我虽然不是好人 但我也不是坏人 因为我没有做过 伤天害你的事情 没有像易线东一样 在网络上面逼逼赖赖 每天就在直播剧里面骂人 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我甚至我被网爆了一两年 我从来没有替自己说过一句话吧 我有很多很多的证据 但是我都没有拿到直播剧里面 给大家说过吧 是不是 如果义总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为什么雷总 说要跟我们合作的时候 毫不犹豫的 直接跟我们签合同呢 当天就很 就非常有意象 对 为什么呢 难道是钱的问题吗 人家雷总也不差钱 说白了 人家宁口亏也想撤资 在我们边 对 是不是这样吗 所以说我觉得 有可能乌之末就是被逼的 有可能就是被逼的 如果当时他拿着合同 危险我的时候 如果我害怕 我害怕被起诉 有可能我也就回去了 是不是贱人吗 是不是 对 小冬是个善良有格局的 他非常善良 他对谁都有好意 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说 你对所有人有善意 别人就会以诚相待你 但是呢 这个事情呢 只是小冬自己的猜测 有可能是乌之末他自己愿意回去上班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 都有可能 没办法 我只是在这里推 推测嘛 是吧 但是呢 我说了乌之末 不管在哪里上班 我都支持他 对不对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对 我也有 我选择了创业 我选择了开公司 是吧 那我就必须要接受我 我倒闭的这个事实 我创业失败的这个事实 对 敢于面对 对敢于面对自己的选择 是吧 是的 有些目有些问题目前先别讲透 我跟你说 日久见人心 时间久了 谁是狐狸 谁就会露出狐狸尾巴 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义总太坏了 我不说别人好 别人坏 我不能代表所有人 我代表我自己 我是挺恨义总的 我也觉得义总这个人挺坏的 但是呢 我只站在我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不能代表所有人 对 你们可以喜欢义总 也可以支持他 对 你们也有自己的选择 你们也有自己的选择 你们可以选择成为我的铁粉 也可以选择成为他的铁粉 我们也不强求 对吧 真的 我跟你说 我这辈子 真正恨过的人 没几个 一男一女 这两个人 是我恨过最恨的 女的你们都知道是谁了 对吧 懂我的意思吧 男的 男的那就是一种 谢谢 谢谢崔阿姨 哇 崔阿姨以后就没来我 这不见了 谢谢 谢谢 对 没办法 小东的老大 就是易仙东 易仙东他不配 作为我的老大 而且他一直以来也不是我的粉丝 不是我的老板 他跟我只是合作关系 合作就合作呗 还称什么老板员工吗 对不对 你跟我签的有劳动协议啊 我们签的是主播协议 合作协议 所以说我不是你的员工 我们只是合作伙伴而已 所以说如果你 口口声声说你是我老板 你是我老板 那我就只能到 劳动局里面 是吧 众财他 众财你 说是吧 你送我的老板 你又没跟我买无限疫情 是吧 是吧 对 啥都没有 然后还拿合同 现在在威胁他 对啊 你服务服务没有 福利也没有 你现在只会呢 拿这个合同威胁我们 对吧 而且还让小东赔他钱 你拿合同 威胁不了我 哪怕我 你真的告了我 法院真的判了我 陪你安排 我也认了 就这么说 他说你做公益的钱 都是他出的 他可真会说呀 他 我都跟大家说了 他直播间说啥都有可能 你们就不相信 就不要去信 你们想不想看 这个钱是谁出的 嗯 啊 我转账给别人什么的 这些所有的记录都有 你说是他出的 就是他出的呀 轻者自轻 轻者自轻 你一心都什么时候 去做过公益啊 什么时候去帮助过别人呀 他只会叫直播间骂人 对 每天就在直播间里面 是吧 说自己有多么多么好 啊 还有什么 呃 什么那个 什么中国好老板 批一个老板 他真敢讲啊 这真是敢讲啊 他 老板的事 他这一件都没干 所有他的那些 但不是人的事 他就干了很多 所有他的铁粉 都在讲什么 知道吧 他说 哦 全民好老板 中国好老板 哎呀 我的天啊 咱们千总都没有说自己是好老板 我都不敢讲啊 我对我的员工 我老大啊 我老大现在啊 多的不说嘛 光员工啊 光员工最起码也是四五百号有没有 差不多吧 要这么多是吧 嗯 对 都加起来的 先上天下 我老大都有这么多的员工 是吧 他作为一个企业家 他都不敢说他是一个好老板 我天天 他那些铁粉哦 就说 啊 对对对 我们都支持你 老一啊 啊 你真的是个全 你真的是全民好老板 啊 我们都支持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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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认其现实 那些本事 你们你们别别被他蒙蔽了双眼 知道吧 他这个人 花言巧语 能言善变 能言善变 巧舌如黄 你看 比如说啊 小冬说话 说谎的时候 我都会眨眼 知道吧 一种 知道吧 一种 面不改色 心不跳啊 说谎的时候 面不改色 眼睛都不眨一下 知道吧 是吧 啊 可敢说了 对 就是他讲那些话 都不希望 谁都是 他讲那些话的时候 都是不用打草稿的 知道吧 谁都是他 张考教来 对 世界都是他的 小冬你是最赏娘的 谢谢 谢谢认可我的这些家人啊 感谢你们 认可小冬 支持小冬 小冬呢 也会继续努力 对 不会让直播间的家人们失望 感谢送的墨镜 感谢送来的墨镜 嗯 谢谢 感谢咱直播间的家人们 是吧 你看你现在一组啊 东侧流量 西侧流量 蹭完阿子的流量 蹭我流量 蹭我 蹭完我的流量 蹭乌之墨的流量 他靠骂人找流量呢 对 但是呢 我听说他这个人 人品还是挺不错的 何以见得呀 何以见得 他对他那几个铁粉啊 那几个管理员 是下了功夫的 知道吧 又给他们寄那个什么 香肠拉肉什么的 你说这样的老板不好吗 有什么用呢 我就这么说 我都没有给我直播间的 每个家人 我都没有给我直播间的 这些管理员什么的 送过什么香肠拉肉 我过年过节都给我员工也送啊 我也是中国好老板呀 这样讲的话 我我连一厘米都没有送给过我直播间的这些管理员 这些家人 你知道吗 你说一总 来不来就送腊肉 来不来就送香肠 你说这些粉丝不害怕 爱谁呢 你说是不是 钱总 家人对不对 以后我来了 我帮你送 好吧 不 咱们不贿赂啊 咱不贿赂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咱们就是实打实的给家人们发福利 对吧 咱们就这样子 我们就给家人们发福利 哎 有什么好的东西就给家人分享 我跟你说 我的粉丝跟他分享 知道吗 送送茶叶 我都 我这些都没有送过 我只有直播间家人们送我的份 知道吗 直播间家人们给我送礼物 给我提供帮助 是啊 是吧 我都看到 在我困难的时候 他们一直站在我背后 他们一直为我付出 但是我呢 一厘米都没有送给过他们 但是他们一直对我很甜 我不需要 像一种一样 靠着送腊肉 靠着送香肠 靠着送茶叶 来收买人心 小冬 没有必要这么去做 也不需要 这么去做 你们觉得吗 我们一般都会把一种 我们用的比较好的东西啊 或者是 真的对大家有用的 我们会分享给大家 小冬给我们送快乐 小冬给我们送快乐 这个好快乐 快乐无价哟 快乐它是无价的 小冬今天红衣姐姐为你准备了歌 为我准备了一首歌吗 正好 它是现场给我 它是准备现场在直播间里面给我唱 还是什么 真的假的 太贴心了吧 你这份子 是不是 小冬送福利 小冬买啥福利可送的家吗 对年卖 可以那我就连一下 我 红衣 哎 哪里去了 有了 哎 没看到吗 没有 没看见 没看到 红衣阿姨 那个 红衣 红衣 阿姨连过来呀 红衣姐姐啊 红衣姐姐 哈哈哈 我没看到她连过来 看到连了没有 没有 人太多了 回不来了 没有 没有看到她 红衣阿姨 你在那个 没申请 啊 她没申请 对 你在直播间里面申请 你也卖一下 没发错 申请了 没发错了 发错了 嗯 哎呀 等一下哦 这儿嘛 哎 我现在人的名字 这个红 红是不是呀 不是吧 它叫红衣吗 不是 没看到啊 她说她没申请 哎呀 没看到 那你等一下再也那个吧 嗯 对没看到红衣阿姨 哎呀 我 我不是丫头 我是小冬老板 这是我 可爱的老板 对 我是她可爱的老板 你是她姐姐 对 你为她 每天为她操碎了心 你看 为我操碎了心 对啊 啥意思 那不是操碎了心 你现在对吧 个人问题 还没解决 是吧 我靠 我发现你 昏昏也没离 还在打官司 对吧 然后呢 这身边又 喜欢你的女孩子是挺多的 是我也知道啊 公司面 有很多小姑娘喜欢你 对吧 但你说你 不考虑考虑个人问题吗 不想一想 有个人照顾不好吗 没有 就虽然你离婚 现在官司在打 但是我知道你现在 是吧 很需要身边有个人照顾你啊 帮你 我跟你说 这句话不仅是你说过 对啊 我直播间管理员也跟我说过 是不是 家人们 清晨阿姨她就跟我说过这个事情 是不是家人们 所以说你看啊 她现在在打官司 这个婚是铁离的 那你说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给自己 是吧 想一想以后嘛 离婚肯定是 铁地要离的 知道吧 就是现在等待法院的通知就行了 你说我能不为她操心吗 对不对 但是 对啊 你说那么多女孩子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工作你也要管 我的私人感情上的事情 你也要管 对啊 作为你朋友嘛 作为你大姐是吧 我肯定要关心你的呀 你这个 是吧 因为她 因为个人生活 我不想让她影响事业 因为男人嘛 始终就是 哎 有了事业是吧 还得有一个人照顾她 事业家庭两不务呀 小冬本身她这个 就很吸引很多女孩子 公司有很多女孩子追她 喜欢她 她现在可能也没有心思往这上面去想 全都是全心全意在工作 所以我作为她的朋友啊 大姐啊 领导啊 我就很着急啊 我就替她着急 我说你赶紧把这个事情落实 有了一个 什么不对 等一下手机有点烫 我把这个去 它不对 有点卡 有点烫 你那个像 我没带 对吧 现在卡不卡家尔玛 现在应该不卡 可能还是有点卡 我问这我也是 等一下 那我那些水 贴在上面 嗯 应该不卡了吧 你的水挡得这么多 连麦火烟姐姐 等一下你连麦不了 我手机太卡了 它现在卡 不能连麦 刚刚还行 现在卡都不行 应该说网络问题 再让她手机热 没有散热 她拿那个贴一下 放进去 这样子行吗 会不会进水啊 没事啊 嗯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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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可以 感觉会漏哎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能听得到我们说话吗 应该能 好些了 还卡吗 不卡了吧 那个水可能弄到那个 实际下面 我觉得你还是 你还是差一点 想到是全网最好的 请你听得到好 听得到就是行 但是我觉得吧 不是你听谁说 公司有姑娘在喜欢我 我能不知道吗 这公司里对吧 传言也好 还是小姑娘不是有 为你什么做饭的吗 对吧 还有给她送这个什么礼物的 还有给她写这个小 小作文的 是吧 我都知道 我能不知道吗 这些事情 能逃得了我的法眼 对不对 这样子 这点事情我还能不知道吗 这八卦的事情 我是最最擅长听了 还有一些小姑娘 给她买衣服呀 对吧 买鞋呀 送她东西呀 然后还给她什么 但你有没有 听说我有没有收呢 没有吧 应该是没有 饭我是吃了 但是 有买的礼物 我还没收 我是听说有人给你买 但是我没收这个事 没人告诉我 我不知道 是这样子 饭是那样子的 我身边不是来了一个助理吗 对不对 然后那个助理呢 就是我加班加的比较晚 然后她就做饭 然后拿过来给我吃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没有别的意思 多了不 然后其他就是买什么东西买 其实我觉得吧 家伙们 我是这么觉得 人总要往前看 过去的事 咱就让它过去 对吧 人要活在缘分里 而不是关系里 什么关系 其实不重要 对吧 不在乎 这个 就是什么 天长地久 只在乎曾经拥有 有的时候呢 得不到的往往是最好的 咱们就把这份记忆 深埋在心里 对不对 人总是要向前看的 能在一起固然好 不能在一起 咱们总要考虑未来 总要考虑它 现实的一些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说不能说 哎呀 你们觉得他怎么怎么样啊 要要要怎么 就是啊 谁更适合他 适合谁适合他 只有晓冬自己心里最清楚 我们没有办法替他去评判 我们也没有